Hello,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不说酒,跟大家来聊一聊下酒菜 不是网友们都说我只喝酒不吃菜吗 所以说我今天就做了一道湖南的辣椒炒肉 就这个菜啊,不仅仅下饭 它还特别费酒 所以今天就来一个下酒菜的视频 小炒肉 做这个湖南小炒肉一定有一个灵魂的调料 就是这个,你们知道什么吗 豆豉 一定要加这个豆豉 这个辣椒炒肉它才好吃 这个菜不仅下饭还下酒 又香又辣 配上那个啤酒正常 大家可以忽略我的发型啊 刚刚理的有点不太顺眼 一定要把这个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 然后放上辣椒再去炒 太香了 又辣 又香 根本停不下的 一定要切那么薄哈 看到吗 薄薄的 再来上一口爽啤酒 再来上一口爽啤酒 太舒服了 不要买饭 到它的另一个灵魂调料 就是大蒜 多放一点蒜片 把它炒香 一口酒一口菜简直太爽了 其实一般我拍视频就平一下子 也不会喝那么多 所以一般也不需要下酒菜 但是网友们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没有下酒菜 所以今天就特意做一期下酒菜的视频 来吧 干杯 非常的舒服 再去盛一碗米饭 好了 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关注点个赞 拜拜 拜拜